金刚经 第九分第三段 在上一段最后 坚务师有提到 属习关系 可以是纯粹一种修禅定的法门 也可以是一种开悟的法门 看你怎么用心 那耳根元通 确确实实是一种入流的法门 是能够开悟的法门 但是它的前提是 你要先悟到 什么是不生不灭的文性 坚务师也提到 思念处就没有这个前提 你可以什么都还没悟 但是我就开始 绝照自己的身体 从绝照到扫描 到观皮肉骨 到观四大解空 一步一步的 也是可以入流 那现在师傅有个问题 问大家 我去老上教的 中道实相观 它当然是一个入流的法门 是一个开悟的法门 那要修中道实相观 有没有要先悟到什么吗 大家思维一下 你对于中道实相观的了解 要修中道实相观 要不要先悟到什么 我们想想 老上经常在提示我们 要悟到当下这一念心 不生不灭 清楚明白 寥寥自在 无助 无为 如果我没悟到 这个道理 听不懂 我能不能修中道实相观 我还是可以练习 修中道实相观 我们也可以说 这时候我们修的是 中道实相观的浅方便 也就是我们只是 用自己的决心 来练习无助 练习 正念心 不注射身相畏处 我一觉察到我的心住在什么念头上 也就是在想什么 在关心什么 在执着什么 我就要放下 透过觉察 放下 来不断的练习不住 那如果 有一天 有这么一刻 我这心 因为不断的练习不住 不断的练习放下 不断的弱化我的攀缘的习性 那一下子 那一下子我的心清净专注 我也可能悟到 当下不生不灭 不静不够 不增不减的 正念清净心 那一旦悟到这个清净心 那就从中道实相观的前方便 进入到真正的中道实相观了 也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层次 那就算是我悟到了这个清净心 还是在中道实相观 而不是中道实相 因为往往是时候 我们这念心的念力 还是很弱的 也就是很容易就跑掉 但是如果你真的悟到这个清净心 你一跑掉 一觉察 马上可以回归到 本来这念心 就是还至本处 那如果没有悟到这念心 我不晓得要还到哪里去 我就是继续的 我就是继续的 练习不住 相信这个法门 我还是可以这样修 只是我还不知道 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哪里 你一旦悟到这念心 你一旦悟到这念心 时时清净 时时都在 时时在当下 时时无助 这就是你真正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就看你的绝招力强不强 还是要花相当的功夫 才能把过去攀缘的习性 也就是有所著着的习性 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把它磨掉 这个功夫没有人能够代替 也没有什么捷径 就是要自己勇猛精进 就是老上说的 不精进就是精进 什么叫不精进 就是无助 就是这个意思 我很努力的要不住 我很努力的要无所作为 很努力的要不执着 很努力的要放下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讲 在《金刚经》第九分 须不提回答佛陀 斯陀汉能做事念 我的斯陀汉果佛 须不提言 佛也是尊 这斯陀汉名为 名一往来而始无往来 那这一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斯陀汉我们记得 它的意思是 因为我已经 这个斯陀汉它已经断了 欲界的六品 私货 还有三品没断 所以它很有可能 还要再回到人间走一招 叫做一往来 但是最多就这么一生了 因为最难的工作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剩下三品 它一辈子肯定可以把它断干净 也就是能够脱离欲界的执着 这就是斯陀汉 所以名为一往来 那但是须不提说 十五往来 这是从理上说的 从世上 升到天上 升到人间 一来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 辩证 阿罗汉 从理上 从理上来说 其实我们从这里到那里 从那里到这里 真的有所来去吗 我们的身体 有手有脚 走来走去 从A到B 从南到北 我们的心 有脚吗 它在走吗 是身体走的时候 这个心跟着一起走吗 嗯 所以 像说我们在 坐飞机 坐火车 你闭上眼睛 你能感受到你在动吗 如果这个火车很平稳 如果是飞机 飞得很平稳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动 你的心 根本就没感觉 好 所以事实上呢 色身是可以说有来有去 你这念心 能说它有来有去吗 你的心 从 台北到台南 从美国东岸到西岸 从北京到 四川 成都 你 能说这个心 从北京到成都吗 不行 你可以去想成都 你可以去想台北 你可以去想华盛顿 你可以去想天南地北 甚至外太空 可是那表示你的心 跑到那边去了吗 我们通俗的假设 可以说心跑来跑去 事实上这个心 也没有办法说它有来有去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没往来 实物往来 世上好像有往来 有再投胎一次 底上呢 我们再怎么投胎多少次 其实这念心也没有来也没有去 不是说你开悟了才没有来没有去 你没开悟之前 也没有所谓的来去 也没有所谓的来去 在乐严经就有这么一个实验 佛陀呢 伸起他的手放了一道光 在阿南的左边 阿南就把头转过去看这个光 然后呢 佛又放了一道光在阿南的右边 阿南就把头转到右边去看这个光 佛就问阿南 你在做什么 阿南说 我看到佛放光在我左边 我就头转过去 然后看到佛放光在右边 我就把头转过去 佛就问阿南 那是什么在动啊 你转来转去是什么在动 阿南说我的头在动 那佛说 你的头在动 你的心有从左边转到右边吗 你的头在动 你的心有在动吗 阿南说 我的心根本就没有办法说 它是动是进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不管发生多少事情 我们人生发生多少事情 你的心其实本来就是不动的 它就是知道 他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那件事情 你甚至会有一些反应 我起了这个心念 起了那个心念 但是 你的心 其实 是不来不去 那为什么我们感觉我们的心情起伏上下 然后有时候事情多的时候 哇 受不了了 要崩溃了 太多事情了 太刺激了 太可怕了 那就叫做了 那就叫做有所住 因为我们的心 住到这上面 就带着跟他 其实自己的想象 就跟着他一起跑了 那如果我们能够修着 那如果我们能够修着 观寿如寿 这情绪来了 生气也好 兴奋也好 忧愁也好 你知道有这个情绪在那边 你观它 知道它就好了 有一个在动的情绪 没有错 那是一个心念 心念 起起伏伏 深深灭灭 还有一个能知 这个情绪在这里的 这个 这个觉知 这觉知其实是 没有动没有劲的 那始终就是如是 是不是 如果我们把这 心收回在这个觉知的心上 而不是深灭的这个心上 也就是 不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这个 深灭的 入到这个深灭的境界里面 跟着他起起伏伏 而是回归到能知这个境界的 这个觉醒 就是把心住在 把注意力住在心的这一部分 觉知的这一部分 是如讲知 事 觉照 不要住在事的境界 在这个知的境界 这时候你当下 不要一秒钟 不要半秒钟 当下 就不动 当我们的心 能够这样子不动 而且能够持之以恒 我的心 就清明了 这时候 我更能够 客观的 有条理的 有条理的 如理的来处理 我人生中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 十五往来 要知道我们心的本相 就是十五往来 我自己已经习惯于 我自己已经习惯于 有来有去 上上下下 起起伏伏 随波逐流 但是要知道 一刹那 就可以说回来 回归到能知的这个觉 性 就十五往来 用着能知的觉性 为主人翁 为核心 为出发点 来看 在我生命当中 发生的事情 我能够更客观 更平静的 来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 所以 如来者 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那这个道理 如来也好 凡复也好 都是如此 只是如来彻底 做到了 我们凡复 还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知道了 就可以来练习 还是一句话 不住相 好 所以呢 纠摩罗什 有一位很有名的弟子 叫森兆 这森兆就说 他有一部兆论 里面就有一句话 很有名 玄蓝掩月而长静 将何静注而不留 玄蓝 蓝就是 很大的风 蓝风 就像 就是大风暴了 这个很大的旋风 玄蓝掩月 就吹着那个山月 而长静 就是那个大风 吹着那个山 山上的树 晃来晃去 可能很多树都被折断了 这样一个可怕的 大自然的景象 玄蓝掩月 而长静 将何静注 欢喝之水 奔流到海不复还 这个波浪汹涌 将何静注 而不留 就是你看这玄蓝掩月 在吹着这个山啊 树木啊 什么什么的 其实是长静 始终是静止的 将何静注呢 也没有什么东西在留 嗯 这就是打残机吗 自我矛盾吗 其实这是真相 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看电影 有没有 电影荧幕上面 很多人在动来动去啊 演的一些些 很精彩的故事 其实有什么东西在动 什么都没有在动 每一秒钟 几十个荧幕 插那插那 在替换 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在动 那我们看看 电影是这样 我们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 如果我这个心 能够在当下 能够觉察到 很细微的当下 很细微的插那 你是不是也能看到 其实 一切法 一切相 虽然 看似有来有去 其实也没有什么来去 如果你 如果你 悟到无我 空性的话 玄蓝眼月而长静 将何静坐不留 你就可以理解这道理了 如果没有悟到 那这两句话呢 你可以随便怎么猜 什么也怎么解释 很多学者在做那种 哲学的 分析 都是一种戏论 好 须不提 云云和 阿那汗能做事念 我的 阿那汗国佛 佛也师尊 阿那汗 名为不来 而事物不来 事故名阿那汗 所以 阿那汗三国 我们知道 他是把 欲界的九品 私货都断尽了 所以他不会再回到 欲界了 那他就是生到 四禅天 四禅的五不还天 在那边就能 正到阿罗汉了 所以他不来了 而事物不来 怎么说事物不来呢 阿那汗 有没有可能 变成菩萨 有啊 阿罗汉都有可能 变成菩萨 是不是 变成菩萨 那就是一直在这个世间 度众生了 怎么说不来呢 所以 在教理上 阿那汗是不来了 那是以常态而论 如果没什么变化 他在那边继续 侦证到阿罗汉 入涅槃 就 跟这个世界 没什么关联了 但是呢 从佛的角度 不管是释迦牟尼佛 或者是他方的佛菩萨 总是会再继续度他们 让他们起菩萨心 发菩提心 然后呢 就还是 会 最终 行菩萨刀 所以 阿那汉 名额不来 而食物不来 这就是从俗地来看 其实还是会来的 那我们看 现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有 修僧文成的 就是南传佛教 有没有 南传佛教的修行人 有没有在弘法 有没有在督众的 当然也是有 所以 跟我们所谓大臣佛法 在新菩萨道 有很大的差别吗 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些南传的修行人 乃至于大修行人 他们是不是 有发了大愿 要成就佛道 是不是有发了大愿 要普度众生 这我们就 无从猜测 OK 但现在确实是有 南传佛教的 法师 修行人 在督众生 要不然你怎么会看到 南传佛教的这些书 这些讲法的书呢 是不是 那不是在督众生 是什么呢 所以 名为不来 而食物不来 OK 所以 诚实论讲 如来者 诚如实道 来成正觉 故言如来 所以如来是不来不去 不妨碍他 诚如实道来 什么叫诚如实道来 也就是 如来 但有起心斗念 但有所作为 都是如实的 都是符合的 世间的真理的 不像我们凡夫啊 凡夫常常 有所作为 有所起心斗念 都是违背因果 违背真理 违背缘起 违背空性 当然 这违背的结果 就是自己受苦 你没办法真正去违背 所以叫做 成如实道而来 我们还没办法 成如实道而来 因为我们还没有 彻底的通达这如实道 但是 你只要愿意 有一天 就可以像如来一样 成如实道而来 成正觉 好 那么 刚刚讲 虚多环 斯多汗 阿那汗 虚多环 明为入流 而无所入 斯多汗 明亦往来 实无往来 阿那汗 明为不来 而实无不来 其实这三个 都是在讲 同一个道理的 不同层面 也就是 所谓的空性 或所谓的悟了道 所谓的 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就是入了无为法的 圣人之流了 有什么特质 无所入 不入色身 香味出发 无所谓来 也无所谓不来 也就是 从俗地来讲 可以说有来有去 从真地来讲 也是无来无去 从俗地来讲 也不能说是无来无去 从真地来讲 也不能说是有来有去 所以这些 通通没有妨碍 就是看你 从什么角度来讲 那这些 虚多环 明为入流 无所入 乃至阿那汗 实无不来 这些道理 都是组成 阿罗汉 所正的国位 的一部分 所以你了解 这些特质 继续修行 以这样的一个无助 不妨碍 有来有去 不妨碍 度众生 这样一个修行 一直到把你的 私货给破干净了 就证到阿罗汉了 好 那你证到阿罗汉 也就是证到 涅槃解脱 就再也不受 三界当中的苦了 那阿罗汉 又是什么境界呢 实无忧法明阿罗汉 怎么修了那么久 那么辛苦 实无有法明阿罗汉 有没有矛盾啊 没有矛盾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是什么 他只是把原来不应该有的东西给破除掉了 就是见货撕货 这样说你买一件新衣服 你穿这个新衣服 穿出去玩 玩了 玩了一天回来 哎哟 这衣服又是汗臭 又是 又是灰尘 又是 又是泼了一点 果汁 这衣服脏了 你去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了 什么叫洗干净 你只是把本来不是衣服上的东西给它去掉了 你哪有洗干净 衣服本来就是干净 它从头到尾就是干净的 因为你就像泼了果汁 染了灰尘 这衣服还是衣服 因为那个灰尘不是衣服 那个果汁也不是衣服 衣服本来就干净的 所以你所谓把衣服洗干净 只是把原来不属于衣服的把它又拿掉了而已 所以我们也是 这念心本来无助 那我透过这种种的修行 到达了阿罗汉的境界 就把本来不属于我在念心的 这个什么 见货思货 我像人像众生像 给它破掉了 这样讲大家懂吗 所以呢 也没有得到什么 也没有 修成什么东西 只是把不应该在的 本来虚妄的给它破掉 所以从 这就是从标准的波罗经的角度 十五月法明阿罗汉 若有法明阿罗汉 那这个就不是真的阿罗汉了 如果我认为 我成就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那还是我像的一种展现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如果了解了 虚多环 四周环 阿罗汉 前面虚多 虚普提所讲的这些道理 你就了解阿罗汉 他只是做到彻底了 就是做到彻底了 所以十五月法明阿罗汉 那你现在正在阿罗汉 有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OK 在大制度论里面讲到一个故事 这佛陀入涅槃了 那五百阿罗汉呢 就要 大家设就召集了五百阿罗汉 也就是佛陀的阿罗汉弟子当中 最有声望的 修行最好的 这五百阿罗汉 把他们都集中到七月窟去 要把佛所讲的经典 全部给收集起来 念起来 就是集结经典 集结三藏经典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阿南 因为阿南是佛的使者 他听到的经最多 而且他过耳不忘 他什么经都记得 那应该要阿南再出席才对 可是阿南要进去的时候 大家是不让他进去 阿南你现在才三果 你还没挣到四果 也就是你还有染污 没有清干净 这里面全部都是阿罗汉 阿罗汉呢 才能够 没有完全彻底没有我值得 以一个清净心来收集佛陀的经典 要不然还是可能不小心 把自己的想法迁入到 那个我们所背诵出来的经典里面 所以他就不让阿南进来 阿南就很苦 他觉得受到很大的羞辱 他就发愿 我一定要很快震到阿罗汉 他就在这边晚上用功 好 最后就在实在没办法 很累了 就躺下来休息 再躺下来休息 还刚刚躺到床上 还没有完全躺下去的时候 因为他心一下子放松了 其实道理他都懂了 他一下子放松了 结果就弃乎到 就震到阿罗汉了 所以阿南那时候很高兴 他震到阿罗汉 去有了神通 然后他就赶快到奇业窟那边去 大家舍师兄 大家舍师兄 我震到阿罗汉了 大家舍不给他开门 你如果真的震到阿罗汉 你能够飞行变化 你从那个门口钻进来 那阿南说没问题 就转进去 好 这时候 大家舍应可他 说震到阿罗汉 不是因为他有神通 而是阿罗汉 知道阿罗汉的行径 所以那时候 大家舍就跟他说 阿南 不懂的人看起来 可能我在为难你 我在羞辱你 但是你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 大家舍就跟阿南说 譬如手画虚空 无所染拙 阿罗汉心一如是 一切法中得无所拙 也就是大家舍竟然 震到阿罗汉 他怎么会有所执着 他怎么会想要去 让阿南去羞辱阿南呢 那唯一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让集结经典 这一件事情做得圆满 完全是为了佛法 所以后代有学者 知道这个故事就开始说 大家舍是苦行派的 他是保守派的 代表保守派的僧人 阿南是前卫派的 他是progressive 那么他常常为女人讲话 然后又要把一些规矩放松 就是开方便 大家舍是很严谨的 修头头苦行 所以这两个代表 两个圣团里面 两个不同的势力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大家是要修软 你看看学者这种讲法 这完全是以凡夫之心 杜阿罗汉之心 完全是以世俗的人 以我直的心来分析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学者的分析 很多是不能看的 那总之呢 这大使徒里面就讲 大家舍就跟阿南讲 譬如手画虚空无所染浊 阿罗汉心亦如是 一切法中得无所浊 意思就是说 你懂得了 我懂得的 阿罗汉都懂得的 我们彼此之间 没有任何芥蒂 没有任何执着 所以这句话讲得多美 多么优雅多美 一切法中得无所浊 一切法中得无所浊 这也是在证明 阿罗汉没有法的 知道法空的 OK 好 所以呢 阿罗汉就是一切法中得无所浊的 这个境界 不但是懂 而且做到 好 那 所以我们了解这道理 再回过头去看 使无有法名阿罗汉 有没有要修呢 当然是要修 你修到无有法名阿罗汉 你才成就 所以要修 OK 因为你不修 你就被那个虚妄的东西 缠着 以为是实有的东西 那个虚妄的我见 缠着 让你处处 以这个错误的 虚妄的我见为中心 来带人处事 来思维 来起情绪 这就叫做苦 这苦是不必受的 阿罗汉呢 就从这当中 得解脱 那所以 菩萨要不要修这解脱道 那当然是要修这解脱道 菩萨要不要懂得这 虚妄还 明为入流 而无所入 要不要懂得 司陀汉 明亦往来 实物往来 要不要懂得 阿那汉 明为不来 而实物不来 要不要懂得 阿罗汉 无有法名阿罗汉道 当然要懂 必须要懂 这是为什么 这一段经文 在金刚级里面 是恰如其分 非常重要 它就代表了中道 一方面 有这些境界 你要修到这种境界 一方面呢 这种境界 就是无所得无所着的境界 这当中没有任何冲突 好 那我们把今天所讲的 在信道中复习一下 虚妄还 是什么境界 它悟到什么理 二果 三果 四果 又悟到什么理 其实 并不是有悟到不同的理 都只是同一个 无所住 无所得 凡所有 相皆是虚妄的理 只是在不同的层面 来讲它而已 所以一切 协圣皆与无为法 而有差别 在第九分 就显示了 这个道理 记得吗 虚妇迪 说 一切 协圣皆与无为法 而有差别 这里面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都是圣人 但是它们 有没有差别 有 差别是在于 多于这个 私货 破除的 彻底不彻底 亲戚不亲戚 也就是 你还残留了多少 有违法 还残留了多少 助相 把这些破干净了 就是阿罗汉 然后 就是真到空性了 就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段 讲到这里 向下文长 复带来日 第一这天 对 規定